所以說如果今天建商 漁屋 降價 初清 你要不要追 考慮一下 有時候不是價格的問題 有時候是社區或是建商的問題 所以縱使是它初清漁屋下降 你還是不能追上去的 你再賠錢 我們不見不散 房價下跌的時候呢 你就會出現 漁屋大降價 房價六滑體 就先降漁屋 房價就往下降 所以建商的漁屋會下降 你覺得建商 什麼 常常就很多建商 或是很多代銷業者就講說 房價不可能跌的啦 我們建商花那麼多錢 你看 雞蛋都不會跌 房價怎麼會跌 講這種話這樣 可是我也不是沒看過啊 現在房價不是正在跌嗎 建商也是會調整降價時刻 只要是現在賣不掉 它就會降價 而且降完價 它還有非常多的利潤 建商的暴利多好賺 我們不會不知道 所以你們講了一些垃圾話 我們都看看笑笑就好了 你看 建商降到25% 搶上車叫做雙壺會 誰降 新復發 九年前實際上登陸 然後那個時候呢 2012年的時候 因為不是很景氣 賣不掉 於是新復發 自砍房價25% 打七五折 然後賣漁屋 就啪一下 底下旗下漁屋全部賣光光 因為七五折 建商一次打七五折 真的是很少見的 所以一下就賣光了 結果賣光 其中的案子叫雙壺會 屋主還是賠錢脫手 一堆鄰居更冤 要下車就是產培的社區 巴拉巴拉巴拉 好 縱使建商打了七五折 鄰居下車還是產培 這什麼樣悲慘的社區啊 我們就不要去深究 這個社區有多慘烈或是多爛 鄰居想賣房子都要脫手 但這個社區過去有一些 瑕疵糾紛什麼都在上面 可是你查不到新聞 因為我們剛剛講 一些瑕疵新聞就會 最後就這樣消失了 就不見了 建商的本事還是很厲害的 所以說如果今天建商漁屋降價 初清 你要不要追 考慮一下 有時候不是價格的問題 有時候是社區或是建商的問題 所以縱使是他初清漁屋下降 你還是不能追 因為追上去的 還在賠錢 要追就追到底嘛 大家一起追嘛對不對 是不是 那還有 建商漁屋出清 其法五谷監漁多間漁屋 網路求售 這是新的新聞 去年12月底做的新聞 但這個後來被人家罵到煩 什麼叫罵到煩 說有一個建商在五谷 漁屋到處出售 既然會在新北五谷 房屋銷售價格是42到48之間 今年初價格45萬 這樣有沒有降價 沒有降價 45變42到48 不差不多 平均值也是一樣 所以他假裝在網路要降價 然後呢 可是事實上他價格開太高 還是45萬一瓶 五谷耶 45萬一瓶 我為什麼買五谷 我當然買新裝啊 一樣錢 我幹嘛買五谷 所以這個 但是這個代表有什麼趨勢 你知道嗎 就是五谷要開始往下降 要開始出新漁屋了 然後消費者出價頂多三字頭 看你要不要出 因為你自己去五谷看實價登錄 也是三字頭啊 也很多啊 二字頭也有哦 然後 這代表建商準備要出新漁屋了 出新漁屋的價格就沒辦法 因為只要是漁屋 比如說一年兩年過去 我過去高價賣掉都已經交屋了 剩下的漁屋呢 我建商當然為了求生存 我還是要賣一賣 不然我 我餓死了對不對 所以代表五谷準備要瘋狂降價 不然沒有人要買房子 你可以不買 因為現在消費者 台灣的消費者 抵制區是在某些地方 而不是在主流界上 所以感覺五谷是一個要被抵制的地方 五谷喔 這房子超多的 然後沒有什麼生活機能 他的生活機能是新裝 然後如果價格想要比照新裝 那我們去買新裝就好 買什麼五谷啊 是不是 所以開始在降價囉 最新影片都在好凡網YouTube頻道 記得一定要訂閱喔 打開小鈴鐺喔 第一時間收到最新通知